主席 首先要恭喜您 担任一个新的职务 今天早上三位发言人 包括江曲成为人 我们的主席 你们都有交换的意见 您在早上的答询的时候 也特别提到 你不会用个人的脸书 也在外在行政团队里头 以团队为重 我是觉得这点 本习要对你高度的肯定 但是因为你现在的职位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不得不要回想到 一段往事来护免 你有没有想到 预想到您今天会担任这个职位 没有 我想人的生涯的命运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两个互换一个位置 当时为了这个环境教育法 您曾经咨询我 那咨询的时候 我特别对您提的意见 做了一个说明 就是对于环境教育人员的认证 我们是认为说 以环保署为主 但是您的提案是各部会都要来共同 都可以来认证 目前这个工作 事实上各部会 其他部会除了环保署以外的认证 都等候环保署定案 并且形成常轨之后 他们才敢接办 所以当时我是跟您的报告 就是说我们希望 这个认证的办法 还是以环保署 免得这个标准不一 另出多门 您还记不记得 你那时候的回应是什么 请委员提示 你说 你那时候的答复是蛮情绪的 你说你说什么屁话 你糊弄我 那其实呢 每个人的问证风格不一样 这里就是说 我看到报纸说 有人提到 您将来当这个 政府的发言人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注意到 不要有暴冲的性格 但是我相信您 以现在的 这个历练跟涵养 应该不至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行政院 行政院团队 坐在立法院大议场的时候 谁在坐在对面 大概是我 而且我都是 等你们咨询到最后 我为什么会在那边 其实我是对 行政官员的尊重 我是觉得说 行政立法都是一样 大家位阶都相同 我们执政的时候 你没有看到我 我对着官员来怒吼 甚至呢 有些的这个 执行的委员呢 还拿东西扎过去的 我们不会这样子 我觉得这里是 说理的地方 这是立法的地方 这是国会 也有它的一定的尊严 所以我把这一段 往事呢 不是说 因为我今天换了个位置 就像我在卫环委员会 我很少过去 有人会认为说 你不敢去 其实不是 我们沈世红 沈苏长对我也 不是这么的好 我也有相当的委屈 但是我不会 假怨报复 今天要好好的修理你一顿 我想我不会这样子 我们是就事论事的 所以我今天是 对你呢 谈这一段过去的往事呢 其实是其免 你在行政团队里头 既然是当一个 很重要的职位呢 我们希望这个团队呢 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 等一下呢 请你先留步 我要请秘书长 请教一下秘书长 再请你来 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 来论事一下 来请陈秘书长 好来请 委员好 历长 最近这个军公教这个 我们退休人员的年终啊 这个 慰问金的事情啊 很多军公教人员呢 对我们非常的 不高兴啊 那我也了解呢 其实这个 有一段酝酿的过程 但是呢 这个决策呢 是在一个 我们没有预知的状况之下 当然 清零的报告里面啊 你刚刚的报告里面 就提到很清楚了 呃 行政院其实开了十几次会议嘛 才最后由院长来 拍板定案 但是呢 我们过去在 不论在美牛的 这个讨论里面呢 都提到说 行政院做正 重大的这个决策的时候呢 是不是先跟立法院沟通一下 哦 但是呢 这一次呢是在蔡锦隆委员咨询的时候呢 院长就极其的答复 但第二天 我并没有仔细的听到说 行政院马上召开一个记者会 好 这就是等一下发言人的责任了 啊 充分的说明 跟我们的军公教人员说 对不起 我们真的是时期不好 经国家的这个情况呢 非常的糟糕 我们请大家共同时 共体时间 我跟你道歉 但是呢 我们这个 呃 您的年终奖金啊 就 今年要取消了 但是呢 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外界都认为说 我们的取消呢 这个决策是非常充速的 而且呢 对军公教人员是非常不尊重的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说明 我今天早上才知道 这个取消年终奖金啊 是取消今年而已 是不是 那您的充分的 您是不是把这一段过程呢 再讲清楚一下 跟我们的军公教人员呢 好好的说明一下 我跟委员做个报告 就是我们的年终慰问金的发放啊 它有三道程序 那第一道程序是我们编入预算 编入预算 那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编入 不管是202亿或192亿 它现在总和算法不一样 就是我们编入 明年102年的这个预算 那这个预算呢 现在目前正在立法院 在这个审查当中 那么立法院 也是我们编入预算 那我们的预算 咱们好像编入预算 看会比赶 还是我们编入预算 call勇 这是 预算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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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